消费者委员会对15款随咒眼霜进行测验和评估 并且邀请超过220位年龄介乎40至55岁的亚洲女性 进行为期30日的半面研究试验 评估各款眼霜、随咒和保湿等等的美容功效 综合测试数据 以使用眼霜之后皮肤表面平均粗糙度 也就是RA值的改善程度而现 有5款样本表现相对较为理想 平均的改善幅度超过一成 至于改善较深刻皂纹方面 4款样本在刚才提到的RA值 以及皮肤粗糙度中最高深度的平均值 也就是RA值值都有较显著的下肝 干幅平均超过一成 整体而言 15款测试样本中有12款样本 随咒效果属于中等或稍盛于中等水平 保湿效果方面整体也算是理想 效果最差的一款 使用者使用之后 皮肤水分的含量都提升了近一成 而效果最为突出的这一款样本 使用者的皮肤水分含量 平均都提升了超过三成 另外测试中发现有一个样本 检验出油尼甲串 而有5款样本就被验出香料致敏物 当中随咒效果最理想的样本 所验出的香料致敏物种量最高 种类也多达8种 但相关的产品标签 就没有标示成份列表 给消费者参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